我们今天不是要塑造曹老师一个有钱的形象 有钱你还得会生活 对吧 如果你比如说啊 如果他把自己所有花的钱都花在池上面 你说这个人的冰箱算是有钱的 还是说他实在会会生活 对吧 我们今天不是来做经济方面的了解 是的 我们也了解他的生活态度 对 是不是 我一天我一个我一个月就只挣一千块钱 我一千块钱全拿来买燕窝了 哈哈哈哈 那不成了会饿呢 你知道我想到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 有一个男生叫炫富 就是在一群那个女生在那炫富 就是那个男生为了证明自己有钱 他就说 我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 那我其实 就是为了在每个房间都可以给我的手机充电 所以我每个房间都买了一根充电线 别的你讲 哈哈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 充电线也不会有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每个房间都有充电线 所以他不用把那个充电线带着到处跑 就每个房间都 所以所有的女生都嗤之以鼻 只有一个女生很细心 嗯 问了一句 那你买了多少根呢 就男生说 三十多根吧 哇 房间好多 三十多间房间 他也跟我一样住办公室 也是住办公室的 就像我们刚才开冰箱这个过程 有人可能看到广告 有人可能看 哦 曹云青三五层楼的房子有钱 有人看到 哦 原来这个海参是这么泡的 有人说 哎呦 对妈妈好 真不错 有人说 哦 这个男人挺 虽然有点这个直男啊 就是女人做饭不好吃 但是他能够 这个洗手做羹汤 在家里给老婆 老婆妈妈做个饭 哎 给女朋友跟妈妈做个饭 觉得这男人 还有保姆 对 哈哈哈哈 所以不同人会看到不同的侧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冰箱 小小的一个冰箱 大大的三台冰箱 带给我们的不同的选择 那你会屏蔽 某些朋友不看你的朋友圈吗 屏蔽别人 不让人家看 对 呃 我在朋友圈是这样的 我不给朋友圈的朋友点赞 what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有话就说 别没事点赞 你要想回复 你就是有话说 人家发了一个朋友圈 你觉得好 你就点评 啊 对 我就说一句话 啊 这个回答他一个问题 比如说 他不点赞 他只回复一个手动点赞 哈哈哈 不不不 我都是说一句话 和这个事有关的 啊 不管是回复啊 是是问啊 嗯 是包包帮他解答呀 都是 我很少会去点赞 因为我觉得没没必要 你点什么赞 你点赞的心理是什么心灵 嗯 那是皇上批奏障的心灵 请 你愿 点个赞 哈哈哈 对 而且还有一帮人特别喜欢自己给自己点赞 是啊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自己给自己点赞不可怕 可怕的是 可怕的是在生活里面你遇到了你的一个朋友 他特别认真的问你一句话 你为什么从来不给我点赞 啊 听到这 哦 对啊 就是说他 这就意味着他发完之后他很 他很关注 对对对对对 他很关注谁反馈了 这种才吓人 才知道 耶 回来 来 aw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